行 那我觉得张老师这边应该是准备好了 我这边应该也准备好了 就看看观众的情况 那我们就一点办 您说什么张老师 我说现在是我要共享屏幕吗 我觉得这会儿先不用 那个张老师 你可以先共享屏幕 打开一下PPT 看能不能正常播放 我们先试一下 对对对 先试一下 看到我的屏幕了吧 我看到了 就是这样子了 等一会儿应该就是这样子了 好的 我能看到 好的 好的 王老师 我们可以 没事 我就是开场 咱们这个观众还正在上 对对对 咱们一点半只是开始就行 开始 好的好的好的 谢谢杨老师和吴老师 两位 没有关系 王老师 应该的应该的 然后接到有个会 我再往学校赶 所以这个不好意思 然后上来到玛丽 辛苦辛苦 王老师 王林黄老师 咱俩应该原来通过电话 对不对 就是上一次 对吧 对 所以就是 我们现在见一下 对 好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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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时间我们现在见个面 好嘞 好嘞 下次我去北京的时候 然后跟您约一下 可以 没问题 没问题 好嘞 马上到时间了 我就先撤了 好的 好嘞 我们一点半准时开始 稍微暖一个场啊 我们等一下观众进来 如果在其他平台收看我们 收看我们直播的朋友们 能进入我们这个腾讯会议的话 就可以在提问区提问 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的 微信视频号上提问 这个我们是可以get到的 对 对的 那吴老师我们时间差不多 可以开始了 我们就开始 好的 好的 各位线上的朋友们 大家下午好 这里是第36期 海上科普讲坛的直播间 我是主持人吴欧 海上科普讲坛 是在上海市科委的指导下 由上海市科学技术普及志愿者协会 93学社中央科普工作委员会 和93学社上海市科普工作委员会 联合主办的一项及 学性 前瞻性 开放性 公益性 与一体的科普活动 由协会的理事长樊冲海 院士于2022年提出并运行至今 我们的讲坛面向中学生 大学及以上群体和社会大众 邀请各领域的科学家 围绕百姓关注的社会热点问题 以主题演讲加观众互动问答的形式 为社会公众搭建起与科学家交流的桥梁 促进科学文化的传播 活动自2022年6月份开播以来 已经邀请了包括院士在内的顶尖科学家 共100多名 开展了80多次主题 精彩分成的科普演讲 我们直播的时间一般是 每个周六下午的一点半到三点半 也就是今天我们干一个时间 报告在海上科普讲坛 微信视频号 东方网 阿基米德传媒和寇享学术 同步直播 欢迎大家收看 当我看到我们的观众 也正在陆陆续续的近 那欢迎大家 我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报告人的情况 今天为我们带来报告的是张双南教授 张教授是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 粒子天体物理中心的主任 也是中国科学院大学的教授 关于张老师的TITO和获得的奖项 真的实在是太多太多了 我手上拿了一页纸 要念完的话 对念上好几分钟 我就挑几个 张教授是 慧眼天文卫星 EXTP空间天文台 中国空间站 PAR的实验室 赫尔的实验对吧张老师 赫尔的实验的项目的 首席科学家 以及中国载人航天 天文与天体物理领域的专家组 首席科学家 我强调的是张老师的 这个首席科学家的身份 他同时也是我们九三学社 中央科普工作委员会的 副主任 还著有极简天文课和科学方法与美学等科普图书 张老师今天为我们带来的报告的题目是 诺奖和我们为什么要仰望星空 实际上关于这个话题 我更喜欢张老师讲的时候的另外一个角度 叫四年三次蹭上诺奖 天文学究竟做的了什么 不过我也不过多的剧透了 我们马上把现场交给我们的张老师 我们在听报告的过程当中 如果有想向张老师提问的话 我们就在我们的聊天区里面 就在我们的聊天区里面提出你的问题 张老师在讲完之后 我们会请他来回答一些问题 好的 那我们就把我们的现场交给张老师 张老师 谢谢吴吴老师的主持 这也是我和吴老师的又一次合作 其实我们一起来做科普报告 做科普活动已经有好多次了 我在报告里面也会提到 我们其中一次的做的科普活动 那么今天给大家带来的题目是 诺奖和我们为什么仰望星空 是在我们这个海上科普平台上面来做的 这个平台的话呢 前面吴老师已经介绍了 是在国内非常有影响的科普平台 大本营是在上海 但是是面向全国 我们做报告的地点 当然也是全国 因为是线上 在哪里都可以做 所以今天特别高兴 有机会在海上科普平台上面 为大家来分享 仰望星空的故事 那么我首先要从2017年的一次诺奖物理学诺奖直播的解读来讲起 那么2017年这一次的物理学诺奖直播我是参加了 然后在这之后的所有的诺奖的直播其实我都没有参加 我也都收到了邀请我都没有参加 那么原因是什么呢 原因是在于我们知道诺贝尔奖其实并没有设立天文学的奖 那么天文学的研究或者天文学家要获得诺奖 那就得去称别人的诺奖 在大多数情况下就是称物理学的诺奖 也有偶尔抽化学诺奖的时候 但是由于是称别人的诺奖嘛 所以天文学的研究获得物理学诺奖的次数就不是特别的多 在2017年之前的话呢 大概看起来从上次60年代开始 天文学的研究开始获得诺奖 大概每七八年十来年 会有一次天文学的成果获得诺奖 2017年这一次的话呢 我接受了也就是咱们今天这个主持人 吴欧女士所主持的那一届的诺奖的直播 我接受了 因为我比较有把握这一次是天文学的研究获得诺奖 那么果然这一次的获得的诺奖 这是我们这个图片上的最左边这个图片 2017年的诺奖是给了天文学的研究 我后面会介绍 那么在这之后的话呢 我就都没有参加 因为我觉得下一次天文学的研究获得诺奖 那就不知道会是哪一年了 那么果然2018年的 这个这一次诺奖直播我拒绝了 这一次的诺奖宣布之后是激光物理获得的诺奖 也不是天文学的研究获得诺奖 所以我挺庆幸的 如果我要接受这一次的诺奖直播的解读的话呢 那么我对于激光物理也不是特别的了解 其实说不了什么就会变得比较尴尬 那么在这之后 2019年我仍然没有接受 接受邀请 我认为天文学的研究也不会那么快再获得诺奖 然而出乎意料的是 2019年的诺奖又给了天文学的研究 那么我就想了 在后面恐怕在很多很多年 物理学的天文学的研究都不会再获得物理学的诺奖了 所以后面20年21年22年23年 我就都拒绝了诺奖直播的邀请 那么到底后来又发生了什么情况呢 是不是天文学的研究又获得了诺奖 诺奖委员会是不是又仰望星空呢 那么我们今天就接着往下讲 那么我们首先要回顾一下万有引力和引力波 那么根据广义相对论理论 就是爱因斯坦在1915年提出的广义相对论理论 那么所谓的万有引力在爱因斯坦看来 其实就是质量导致空间的弯曲 由于太阳附近的空间弯曲了 那么当地球在太阳附近运动的时候 它就只好在弯曲的空间里面绕着太阳来运动 而根据纽顿提出的万有引力定律 之所以地球要绕着太阳运动 是因为地球和太阳之间 有万有引力这一根绳子 这一根绳子拉着地球 地球跑不掉 只好绕着它走 但是广义相对论理论不是这么认为的 是认为是空间弯曲了 所以地球要绕着太阳运动 所以这里面有一个深刻的物理的背景 是因为在爱因斯坦 在1905年提出了狭义相对论理论之后 我们知道狭义相对论 根据狭义相对论的理论 也是爱因斯坦提出这个理论的时候 一个基本的假设就是光是宇宙当中 传播的最快的一种现象 那么任何信息的传递都不可能比光速更快 那么如果按牛顿所说的 地球和太阳之间有这么一个引力的绳子的话 那么当地球和太阳之间的距离发生变化的时候 这个引力就必然发生变化 就像我今天在这个地方给大家做报告 我是在家里面做这个报告 那么我挥手的时候 我的手和我们线上所有朋友之间的距离都会发生变化 那么我的手和各位朋友之间的引力 那就损失要发生变化 那这个损失变化就违背了狭义相对论的信息的传递 不能超过光速 那么这么一个基本的要求 那么爱因斯坦就认为 这个万有引力 这件事情不是一根绳子连着的 而是其他的原因 那么他经过十年的思考 在1915年提出了广义相对论理论 就是认为是空间的弯曲 那这样的话呢 当我的手在动的时候 我的手导致我附近的空间就发生了弯曲 这弯曲的空间传递到了各位朋友那个地方 各位朋友就感受到我手的引力了 所以这就不是损失的传递了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么当有两个物体 每一个物体 它作为的空间都被扭曲 两个物体相互绕转的时候 这个扭曲的空间就要向外传递 而这就是引力波 所以爱因斯坦在1915年 提出了广义相对论理论 理解了引力 其实就是时空弯曲的结果 那么引力波就必然存在 但只不过爱因斯坦在1916年 预言了引力波存在之后 他就立刻又做了另外一个预言 他说即使引力波是存在的 然而人类永远也探测不到引力波 原因就在于爱因斯坦认为 这样扭曲的空间 从远处的宇宙传递到我们地球的时候 就已经会变得太弱了 那么我们在地球上是没有可能性 来探测到这么微弱的空间的 扭曲 那么既然有一个理论预言了 有引力波的存在 而爱因斯坦说这样的引力波又没有办法探测到 那么科学家就要来检验爱因斯坦这个说法是对 是不是对的 那么科学家有一个习惯 就是打别的科学家的脸 既然爱因斯坦说了引力波存在 而又不能被探测到 那么就有科学家说我们就要想办法引力波探测到 如果真的是探测不到那可能广义相对论的预言就不对了 如果广义相对论的预言是对的话 应该能够探测到 而这些科学家用的方法 又是比较我们讲不讲武德的方法 既然是要打爱因斯坦的脸 那就用爱因斯坦的矛攻击爱因斯坦的盾 他们用的方法就用激光干涉来探测引力波 为什么就用激光干涉 就是不讲武德呢 因为激光理论也是爱因斯坦提出来的 所以这帮科学家就要用爱因斯坦的矛攻击爱因斯坦的盾 想办法来探测引力波 他们建设的引力波天文台 其实就是在沙漠里面挖四公里长的真空管道 一共有两个大致成九十度的角度 那么如果引力波到达了真空管道的位置的时候 这个真空管道的长度就是空间 就会发生变化 而引力波作为波式振动的话 这个变化就会有周期性的变化 那么激光在里面反射就应该能够探测到 这个距离的变化或者空间的扭曲 所导致的这个现象就可以探测到引力波了 所以这是他们提出的方法 原理虽然很简单 然而这些科学家从上世纪八十年代 就开始建造这样的激光干涉引力波天文台 花了美国基金会历史上最大的一笔钱 经过了最长的时间 终于完成了这样天文台的建造 终于他们建成了地球上最精密的测量仪器 就是激光干涉引力波天文台 这个精度有多好呢 在他的这个精度到了10的-18之方米 就是10的-18之方米的这么一点点的长度的变化 用这个激光干涉引力波天文台就能够测量得到 而他们建设了两组这样的仪器 分别在美国的两个地方 10的-18之方米是多小呢 我们知道我们的投波斯是10的-60之方米 比投波斯小一万倍就是氢原子的大小 是10的-10之方米 再小10万倍是氢原子核的大小 比氢原子核还要再小一千倍 就是一个原子核的千分之一 是10的-18之方米 而引力波到达的时候 持续的时间也就是不到一秒的这样的时间 在不到一秒的时间里面 要探测到这么微小的距离的变化 所以它是地球上最精硬的测量仪器 所以这告诉我们只有实验做到极致 才有可能取得重大的科学成果 那么他们在2016年的时候 仪器达到了这样的灵敏度 所以在2016年2月11号 这个项目团队就发布了震惊世界的科学新闻 也就是爱因斯坦100年前 1916年预言的引力波 终于被人类听到了 那么当时这个发言人做新闻发布的时候 我也在线听了 看了这个新闻发布会 他开场就说了三个字 用英文讲的当然 说是We did it 我们翻成中文就是我们探测到的引力波 We did it 我理解他想说的是 我们把脸终于成功了 那么他们宣布的是一个什么样的现象呢 在这个屏幕上大家看到是两个黑点 就是两个黑洞 两个黑洞绕转 就是产生这个绿色的波纹 就是爱因斯坦100年前预言的引力波 最终两个黑洞并合在一起变成一个黑洞了 这个黑洞就什么事情都不干了 然而最后这一刻不到一秒钟时间产生的引力波 就开始将宇宙的四面八方传递 传递了13亿年之后 终于到达了地球 对我们地球的空间产生了一点点的影响 当然这个视频的话呢 是故意夸张了的 否则我们看不清楚这个变化 如果真的引力波有这么大的变化 当然探测就很容易了 那么这个引力波就终于被激光干涉引力波 探测到了 他们在2016年做了这个新闻发布 那么2017年的诺奖的直播解读的时候 主持人就是我们今天的主持人 吴吴女士让我预测说今年什么样的科学成果会获得诺奖 我当时说 我说如果今年引力波不获奖就没有天理 那么我其实事先是做了准备的 大家看我下面给大家看的这个就是2017年5月28号 我给一本书叫做引力波这本书写的推荐语 我在这个推荐语里面就说 我说不出意外 今年2017年这个研究成果将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 我前面讲了2017年我参加诺奖直播解读 然后我之后就都没有参加了 我认为在今后的很多年里面天文学的研究就应该不会再获得诺奖了 然而2020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颁给了两组科学家 一组科学家就是一个人是罗杰彭洛斯先生 因他发现黑洞形是广义相对论的一个可靠的预言 他做了理论的计算 根据他的计算 在宇宙当中 在很多情况之下是不可避免的 要形成黑洞的 那么他这个预言当然被后面的很多的观测研究证实了 所以他在这一年获得了一半的物理学诺奖 我特别提醒朋友们注意 彭洛斯先生1931年出生 2020年获得诺奖的时候 年纪已经很大了 已经89岁了 在89岁的高龄获得诺奖 这个时候他身体还是相当的不错 所以今天我们有些听众可能是中学生 可能是大学生 所以我也鼓励大家 不仅仅是大家以后做科学家的话呢 要努力取得能够获得诺奖的科学成就 我相信大家也能够取得 而且大家一定要把身体锻炼好 也要有能够获得诺奖的身体 那么这次讲的第二部分 就是另外的一半的奖金 是给了另外两个科学家 这两个科学家相对来讲要年轻很多 他们发现银河系中心的超大质量 致命物体也就超大质量黑洞 所以这一年的诺奖 我们通常的奖 就是预言黑洞和发现黑洞 获得了诺奖 那么我简单的介绍一下 他们获得诺奖的成果 彭罗斯获得诺奖的成果 就是1965年写的这篇论文 这篇论文全文都在我这个屏幕上面 一共就2.5页的论文 所以论文并不长 大家可以看到里面有一张 有几个公司 但是公司也不是非常的复杂 所以不是非常复杂的一篇论文 由于它的高度的原创性 它的预言被后面的很多观测来证实了 所以它在很多年之后获得了诺奖 所以1965年的论文 那么为什么一直到现在2020年的时候 获得诺奖呢 那么我很八卦的上网去查了一下 这篇论文的引用 大家可以看到 从这篇论文开始发表 那么在很多年里面引用一年几次 顶多十几次到二十次的都很少 所以是不温不火的一种引用 我的很多论文的表现 也比这篇论文的引用的情况要好 然而从本世纪开始 大家可以看到这篇论文的引用 开始上升的很快 而不是线性上升的指数上升 为什么呢 因为从本世纪开始 对黑洞的观测研究变得非常的重要 也取得了很多的成果 那么这很多的观测的研究 还有相关的理论的研究 就会去引用这篇高度原创性的文章 所以我的答案是 六五年的论文 为什么现在获奖 是因为第一个最主要的原因 是因为影响力 它的影响力现在变得非常大了 所以诺奖委员会注意到了 当然第二条 我前面讲了 是他的身体好 他坚持到了 他的论文 产生了重要影响的这个时候 当然这些引用很多 也是由于彭罗斯先生 在这么多年一直坚持做 很好的科学研究 在这个基础上面 又有了很多的成就 形成了非常细统的理论 也导致他的这篇 原创性的论文 引用的越来越多 那么下面我介绍 这个这次诺奖的第二部分 就是两位观测天文学家 其实主要是做望远镜的研制的科学家 因他们发现银河系中心的超大质量 致命物体 那么我们看看 他们是做到的是什么 在这个地方给大家看到的 就是我们银河系中心 每一颗恒星的精确的运动 那么他们用了世界上最先进的望远镜 对银河系中心 不仅仅是把每一个单个的恒星观测到了 而且这些恒星在天上的运动 精确的观测到了 所以他们的工作 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 坚持做了很多很多年 终于对银河系中心 这个黑洞的质量的测量 变得非常的精确 发现这个黑洞的质量 是400万倍的太阳质量 所以就证实了 我们银河系中心 有一个超大质量的黑洞 那么他们两位共同 分享了另外一半的诺奖 这个地方给大家看到的 就是欧洲的那个团队 他们用的望远镜来做的这个测量 那么用的是欧洲南方天分台 ESO European Southern Observatory 欧洲南方天分台的 8.2米的望远镜 这个望远镜 当然是世界上最大的望远镜之四 它一共有四台 这样的望远镜的话呢 虽然我们觉得8.2米不是很大 但是已经是非常大的望远镜了 我们国家具有类似的 我们叫做通用光纤望远镜的 这种望远镜 我们国家最大口径的是目前是2.4米 当然我们国家在努力的在建造 十几米口径 14.5米口径的望远镜 在一些年之后就会建成 但目前来讲只有2.4米 那么比这个望远镜要小很多 而且我们国家只有一台 这个望远镜的名字 叫做VLT 我就不让朋友们来猜 它的名字叫什么了 那么英文的缩写 这是英文的缩写 它的英文叫做Very Large Telescope 就是非常大的望远镜 所以这个望远镜的名字起得非常的没有文化 那么他们还在建 正在建造下一个望远镜 口径要大得多 大好几倍的望远镜 那望远镜的名字 朋友们想一想可以知道了 这个ELT Extremely Large Telescope 极大望远镜 也是比较没有文化的一个名字 但不管怎么说 用他们这个望远镜 他们对银河系中心做了非常精确的观视 我给大家看一下这个视频 这是他们的视频 当然他们是说在南半天 可以在我们地球的南半球 能看到南部的天空 银河系中心就在我们南半天上面 所以他们在那里可以看到银河系中心 我就上面光标所指的这个位置 就是银河系的正中心 我们一往中心看就发现 中心的层心就越来越幅了 那恒星的定位很大 所以说用的望远镜也要更好 才能够把银河系中心 每一个恒星都给它观察到 现在能够看到恒星 但还不能看到每一个恒星的运动 只有精度非常高的时候 到这个时候才能够看到每一个恒星 恒星在这儿硬入不动的 是在运动的 那么我们最关心的 是距离黑洞最近的 那一个恒星恒星的起步 叫S2 那个恒星是离黑洞最近 当它最终跑到近黑点 离黑洞最近的 它的轨道最近的那一点的时候 这个时候是它运动速度最快的 它这一点观察了之后 就可以把这个黑洞质量非常精彩地进展出来了 就是我前面点的 它们得到了黑洞质量 这400万倍的感觉 这是欧洲的团队 前面是欧洲团队 那么美国的那个团队 用的是世界上最大口径的可见光光望远镜 就是10米的开口望远镜 开口这个名字我就不讲了 是其实是一个基金会的一个名字 所以这样的望远镜是这个基金会建的 而且还建了不止一台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上面这个望远镜 它不是一个整体的一个镜子 是很多片镜子拼接起来的镜子 我们国家也有这样的望远镜 我们位于星龙 我们国家天文台的星龙观测站的 LAMOS的望远镜 其实那口径也是很大的 但只不过它不是通用的望远镜 那个口径有6点几米的口径 它的有效通光的口径 稍微小一点 但也很大 也是有很多片来组成的 我们可能都知道 前两年 其实是三年之前了吧 大概三年之前 美国的尾部望远镜发射 尾部望远镜也是这样 有很多片来组成 但只不过它是在发射的时候 这些每一片都是折叠起来的 发到太空之后 在太空展开的 所以那个要求的技术是非常难的 所以那个也是研制 经过了25年的研制 才研制成功 发射到太空 目前当然是世界上最厉害的望远镜 它在很多观察能力上面 比较10米的望远镜还要更厉害 那么当然美国我们知道非常先进 而且什么东西都很大 所以美国有最大望远镜 当然也不奇怪 由于他们这个望远镜很大 所以他们测量银河系中心的 每个恒星运动的时候 不仅仅是他的运动可以测量的很好 而且可以测量恒星的三维的运动 下面给大家看一下 他们所得到三维运动的图像 这是银河系中心 最靠中心的每一个恒星 它在三维空间运动 为什么它能做到呢 我们上面看到 每一个恒星它运动是这个颜色 这个颜色就是它发出的光 它的光谱 由于它的口径很大 不仅仅是测量恒星运动 而且这恒星运动这个速度也能测量出来 这个运动的视线方向的投影 这个视线方向的投影 在视线方向的这个速度 它对着我们跑的时候 它的颜色就变蓝 它背对我们而去的时候 这个颜色就变红 所以根据颜色的变化 我们就知道 他们在我们视线方向的运动的速度 不仅仅是在我们两维的 天空当中投影的速度 而且在沿着我们视线方向的速度 也能测量出来 这样它的三维运动 它就能够测量出来 使得这个通讯 能够至少有一个来回 我们知道外星人离我们很远 他发一个信号 我们要经过 可能几千年几万年才能收到 我们再回一个信号过去 也需要那么长的时间 所以他们要持续很长的时间 这些参数的话 很多我们都不精确的知道 但是我们可以估计 有些我们知道的好一些 比如说恒星的数量知道好一些 地球的比例稍微知道一点 知道不是很好 其他的我们要猜 但是我们可以做大致的 数量级的估计 那么猜的结果 计算的结果是万一 数量大于一 那这就好了 大于一就说明除了我们之外 在银河系里面还应该有 其他的智慧生物 换句话说 外星人是应该存在的 那么既然我们有信心 外星人应该是存在的 那么我们就去找外星人 这是我们天文学家的一个认识 当然第一步 就是把恒星搞清楚 这个是相对来讲比较清楚 然后就要找宇宙 我们的银河系里面 尤其是我们太阳附近 有多少地球 这就变成了一个很严肃的 科学研究了 并不经济讨论 外星人如果 不是去进行科学研究 那么研究的结果 就是2019年的诺贝尔物理学 我前面讲了2017年 天文学研究获得诺贾 我认为很多年都不会再获得了 然而2020年获得 再回一年2019年 诺贝尔物理学 也奖励给了研究 这奖励给的两也是 两组科学家 有一位 是一位老先生 Pibos 他是1935年出生的 2019年能获得诺贾 那很显然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也是身体好 那么 主要是讲 他关于宇宙演化的研究 尤其是宇宙微波背景 辐射的这样的预言 其实在 在 Pibos先生在上世界60年代 做这样的研究的时候 甚至于后面70年代 做这样研究的时候 当同时代的很多科学家 也做了研究 但只不过 他们都没有坚持到 Pibos坚持到的2019年 所以到了2019年的时候 那一伙 做出了非常重要贡献的科学家里面 就只有Pibos还健在了 所以他获得了诺贾 所以再一次告诉我们 获得诺贾 不仅仅是要有原创性的 重大科学成果 身体还要相当的好 那么第二部分的讲 是给了一对师生 就是Mayer 这一对师生 他们发现了绕一颗 太阳形恒星运行的 一颗太阳系外行星 一话说 找到了另外一个太阳系 我们前面讲了 要想找外星人 首先要找其他的太阳系 最好在其他太阳系里面 也要找到地球这样的行星 那么他们开创了一个 新的天文研究领域 就是太阳系外行星 从此之后 这就变成了天文学家的 一个非常前沿热门的 一个研究领域 那么怎么去探测 其他的行星呢 我们在太阳系内 来了解我们太阳系内 行星很容易 因为行星 我们知道八大行星 在天上都跑的 所以我们直接去观测 他们在天上跑就知道了 那么怎么去观测 其他恒星离我们很远的 那些恒星 他们周围有没有行星呢 利用的一个简单的原理 就是多普勒移动 和我刚才讲的测量银河系 恒星的三维空间的运动 用的原理是一样的 换句话说 如果这个恒星周围有一个行星的话 那么他们梁子会做一个双体运动 那么在这个行星运动的同时 恒星也是在运动的 所以恒星并不是一动不动 而是稍微也要动一点的 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 当这个恒星对着我们的时候 比如说这个救护车 在冲着我们运动的时候 它的频率 它发出的声音的频率 和光的频率都会变高 就用我们天文的术语来讲 就是眼光 要它的颜色 要蓝移 那么背对我们而去的时候 频率要降低 因此叫做红移 所以它的颜色 就是周期性的变化 我们测量到这种周期性的变化 就表明虽然 我们没有直接测量这个行星 但是 它周围至少有一颗行星 如果它的变化 不是完全的 这个正旋函数的周期性 又更复杂的运动的话 说明它周围有多颗行星 所以这样也可以测量 多颗行星 是否定要整理性的变化 在这边 我们看它是有位置 在这边看它是有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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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看它是有位置 所以我们才会ativos OddP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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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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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星期间的月白了之后 我会想大家的解释 把这个月白了之后 我会想大家的解释 把这个月白了之后 把这个月白了之后 他也是货物网站 用手机的体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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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里上面 我决定女生二五 我还能成为一同一 A-1的尾影 A-1的尾影 A-2的尾影 A-2的尾影 我说这一次从我的角度来看 还真是一点都没有 因为这一次是表彰他们 用纠缠光子进行的实验 建立了贝尔不等式的违反 并开创了量子信息科学 就是我们平常讲的 和量子信息 所以他们获得了诺奖 那这学我觉得已经没啥关系了 但是比较八卦的一些天文学家 就把这一位先生发现 这个我一个画的圈子 大家可以看到 他在博士期间的工作 并非量子纠缠 而是天体物理的研究 就是我前面讲的 2019年获得诺奖的那位老先生 所做的研究工作的那个领域 宇宙微博背景辐射 而且他还做得还相当的好 这是他在博士阶段 只是说后来他的兴趣 到了光学 到了激光 然后在这个领域获得诺奖 所以是天文学的训练 使得这位物理学家最终获得诺奖 所以和天文学还真的也是有关系的 所以这么说来 我们从2017年一直到2025 到了19 到了2022年 这么多年里面 真的和天文学完全没有关系的 可能就是2018年的诺奖 那次是关于激光物理的诺奖 当然我们要强行的去蹭上关系 也不是蹭不上 我前面讲了激光干涉 引力波天文台 用的不就是激光吗 所以也可以说是激光的研究 使得我们无论是天文学也好 物理学也好 都取得了很多的进步 我前面讲的2020年的诺奖 他们精确测量银河野中心的黑洞 他们其中也用到了非常先进的激光技术 使得他们望远镜的分辨率 有了明显的提高 那我们再回到2020年的诺奖 我们再去八卦一下 这个颁奖词里面到底说了什么 我前面讲了 彭洛斯先生是因他发现黑洞形成 是广义相对论的一个可合的语言 然而对后面两位天文学家的 贡献的颁奖词里面 说因他们发现银河野中心的 超大质量致密物体 并没有说黑洞啊 所以我们虽然平时说2020年的诺奖 是预言黑洞和发现黑洞 然而诺奖颁奖词论并没有说 他们发现黑洞 所以2020年这一次的诺奖 颁奖颁发了之后 有不少的朋友 包括学术界的朋友 更多的是媒体界的朋友 就问我 说张老师 难道他们发现了 银河野中心那个家不是黑洞吗 为什么诺奖委员会不说 那个是黑洞呢 这就是一个很有趣的问题 为什么诺奖委员会前面一半说黑洞 后面一半又说致密物体 不说黑洞呢 这有点和诺奖委员会一贯的画风 有点不一致 一般来讲 这个诺奖颁奖的时候说 老个试验 验证了老个理论的预言 所以这个理论预言家和这个试验的发现者 同时获得诺论 这一次也应该是这样啊 然而后面一半 为什么不说黑洞 只是说致密物体呢 这就变成了一个很有趣的问题 那么银河野中心那个家伙 难道不是黑洞吗 而且银河野中心那个家伙 也有了照片 这个照片公布的时候 直接就说银河野中心黑洞的照片 这是我们现在有的黑洞照片 里面最新的黑洞照片 我们可没有说它是个 这个致密物体的照片 直接说是黑洞的照片 因为对我们物理学家 或者天文学家来讲 银河野中心那个家伙 怎么看 左看右看前看后看 它应该都是黑洞 是我们已知的最可靠的解释 我们想不出来 它应该是哪一种我们已知的天体 所以我们直接就说它是黑洞了 我自己也参加过 当然我的研究领域主要是黑洞 所以我的论文里面 从来就只说黑洞 就银河野中心这个家伙 我是也是论文的 论文里面也直接说 这个家伙是黑洞 没说它是致密物体 我们就觉得它是黑洞 然而为什么诺江委员会 只说他们发现了一个致密物体 而没有说他们发现了黑洞呢 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呢 这就涉及到了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 就是什么是科学 这是我前面准备这个报告的时候 我们今天主持人吴女士 张老师你讲过的什么是科学 这个讲座讲得非常的好 希望我以后还有机会再讲这个讲座 那么今天就非常简单的 给大家介绍一下关于什么是科学 我的理解以及和诺江委员会 为什么不说那个家伙是黑洞 是特别有关系的 简单来讲科学就是抛根问题 这是我的最简单的回答 那么我也在科学人 以前叫科学人 后来叫做我是科学家 这个微信公众号上面写过一篇文章 这篇文章是很简单的文章 介绍什么是科学 那我对什么是科学的更稍微详细一点的回答 就是科学的目的精神和方法是什么 换句话说我认为科学应该具备三个要素 就是科学的目的精神和方法 那么科学的目的就是发现各种规律 科学的精神就质疑独立和唯一 科学的方法逻辑化定量化和实证化 那么我后面的话呢 尤其是这个实证化这一部分特别重要 所以我 而且这个是和诺江委员会 为什么不说它的黑洞是有关系的 所以我给大家做一点简单的介绍 所谓科学方法的实证化 在我看来就是有两部分组成 是证实和证伪组成的 那么要这么说 证实和证伪的话呢 实际上涉及到科学史 科学史我对科学史的总结 当然有很多种办法 从科学方法的角度来总结的话呢 我认为一步子就是科学方法的三次飞跃 第一次飞跃就从古希腊开始 一直到希腊化时期结束 我认为在这个时期是从形而上学 古希腊的科学到实在精确的科学 完成了这个科学方法的飞跃 第二次科学飞跃 第二次科学方法的飞跃 是从文艺复兴时期 然后到加里略 到哥白尼 开普勒 加里略 然后一口吃到牛顿 形成了 实现了科学革命的一个顶峰 在那个时期 我认为是从观察思变的科学到实验科学 而这个实验科学尤其是指的是加里略所开创的实验科学 而现代科学就是从牛顿到了爱因斯塔 基本上到这个时期科学方法就形成 然后又被卡尔波普所归纳 我把它简单地成为从证实的科学到证伪的科学 这就是卡尔波普 他的很重要的一个贡献 他是伟大的科学哲学家 他提倡放弃传统的归纳法 主张经验证的科学者 这个说起来比较拗口 我简单地给大家做一下我的解读 传统上来讲 我们认为科学研究 就是验证某个科学理论是正确的 然而 卡尔波普认为 所谓验证就是证实 就是科学理论做了一个预言 你观测验证了 比如说 广义相对论 爱因斯坦用广义相对论计算 给了一个预言 说有引力波 我们就说 我们证实了广义相对论理论 是正确的 然后彭洛斯 根据广义相对论计算 预言了 有黑洞存在 我们发现了黑洞 我们就说 发现黑洞证实了 广义相对论理论是正确的 证实了 彭洛斯的黑洞理论是正确的 然而 根据卡尔波普的理解 科学理论永远 也不能被证明是正确的 因为通过证实 我们不可能穷尽所有的情况 这个科学理论做了五个预言都是对的 但是 这就能证明他的所有的情况下都对 这是不能的 我们不可能 我们也不可能像数学定理那样 在给定公理的情况下被证明 是正确的 这个也不可能做到公理 我们既然是公理 我们就从他出发 得到什么结论 就是什么结论 这个不能 我们不能回过来说 公理是正确的 因为公理是否正确 是不需要证明的 而科学不一样 任何科学理论 是否正确 并非他都想接受的 它都想接着 我原本你也想做办 我原本你也想做办 卡特你出了一点 有三十三一出 我已经绝了那一位 一手留意背影 O,O,O,T,A.... 我按这个点的地步 我将进行刷的状态 我将进行刷的状态 你会拿的一顿 我比自己的一顿 他去不法 所以 就是一个 能够想 然后 所以这签并不会有我理解也很不错的调调 所以我们再回头看证实的意义 前面讲证实可以 这蛮有用的呢 就增加了对边理性 比如说 也就是找到原有理论适用编辑或者发展性的理论 如即使是我们有很多的观察证据都和广义相对论预言相同 即使是我们的很多观察证据都和彭洛书的黑洞理论是一致的 然而这并不能表明在所有的情况之下 我们的观察以后都会和彭洛书的理论是一致的 所以如果我们以后有证据表明 银河于中心那个家伙不是黑洞 那意义就很大了 就说明彭洛书的理论 广义相对论理论是有漏洞的 在这个地方我们就找到漏洞了 广义相对论理论 彭洛书的黑洞理论就可以改进了 那岂不是更加重要 因为证实不能改进理论 只有政委才能改进理论 所以这就会更加重要 因此我认为诺奖委员是埋了一个伏笔 告诉我们对于这些家伙 致命物体的观测是极为极为重要的 即使今天我给了诺奖 但是你们应该努力去寻找他们不是黑洞的观察中心 如果找到更多的诺奖很可能在招手 所以这是一件好事 我认为这是诺奖委员会这么说的原因 那么我现在再回到2017年物理学诺奖的直播解读 我前面说了 我说不获诺奖 这个引力波不获奖就没天理 然后吴欧又接着问 在照片上面大家可以看到 这是2017年的吴欧女士 今天开场的时候 同学们朋友们又都看到吴欧女士 从2017年到今天又过去了几年 一点变化都没有 当然我就变化很大了 大家可以看到 那个时候我头发是完全是黑的 今天大家在屏幕上看到 我的头发基本上全是白了 所以有些人就会永远不变 有些人就会变得很快 所以主持人又问我 说霍金今年会不会获奖 我当时斩钉截铁的回答说 不会 永远也不会 我两个回答都是斩钉截铁 第一个回答 回答之后一个小时就被证实了 那么我第二个回答 那到底是一个什么情况呢 为什么我会做出这个回答呢 我们脑补一下爱因斯坦 获得奇葩诺奖的那个场面 1922年11月诺奖委员会宣布 爱因斯坦获得了1921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 这件事情本身就是非常奇葩的 我们知道每年诺奖委员会在诺奖就宣布 都是谁获得了今年的诺奖 我们基本上没有见过说宣布 谁我今天宣布谁获得了去年的诺奖 那么大家就会要问了 去年的诺奖发生了什么 今年的诺奖又发生了什么 其实是去年的诺奖 1921年那一年诺奖谁也没给 为什么没给呢 其实据说那一年诺奖的最后的候选人 就是爱因斯坦 但是诺奖委员会认为 爱因斯坦的相对论理论 还没有得到足够的证实 所以爱因斯坦不应该因为相对论而获得诺奖 所以1921年的诺奖宣布的时候 诺奖委员会就说了 今年尽管大家以为爱因斯坦最有名的工作是相对论 我们也承认 然而我们今年给的诺奖是奖励光电效应 我们没有考虑相对论 换句话说我们仍然认为相对论是不应该获得诺奖的 所以这是诺奖的另外一个奇葩的地方 所以每年诺奖来宣布的时候 颁奖词就说是因为什么谁获得了诺奖 从来没有说不因为什么他没有获得诺奖 从来不说这件事情 而这一次又特别说不是因为相对论 没有考虑相对论 那么这件事情就变得很奇怪了 今年我们当然现在回顾的话 光电效应虽然配得诺奖 而且在百年的诺奖历史上面 光电效应这个是个含金量很足的一个诺奖 然而爱因斯坦当时听到这个消息之后 很不开心给诺奖委员会回了电报 说对不起我在外度假不方便去瑞典 去出席诺奖的颁奖典礼 所以他就没有出席 当然也没有做获奖感言 但诺奖委员会也很不开心 诺奖委员会一开始可能想到 爱因斯坦可能去领这一次的诺奖 但是后来发现并不是这样 因为诺奖委员会寄给爱因斯坦那张支票 竟然被兑现了 换句话说爱因斯坦是领了这个钱的 那么你领了钱 你又不出席颁奖典礼 以在外度假为理由 不方便去为理由 这显然这个没有什么说服力 所以诺奖委员会就不开心 就跟爱因斯坦来协商 说你不能这么不讲武德 你这个钱也拿了 你总得露面出来走两步 所以爱因斯坦说那也是 他后来参在一个重要的诺奖活动上面 说我要做一个演讲 就相当于我的获奖感言的 不做的这个诺奖演讲 题目就是相对论的意义 所以可见爱因斯坦对于他 因为光电效应获得诺奖是很不开心的 那么这件事情和我说的霍金 永远不能获得诺奖 怎么会有关系呢 非常有关系 我们看看霍金 霍金最伟大的科学成就是什么 爱因斯坦最伟大的科学成就是相对论 他没有因为相对论获得诺奖 他很不开心 那么霍金最伟大的科学成就是霍金服饰 霍金服饰非常简单的给大家做一下介绍 这种霍金的方法来介绍 很多学者也说霍金的这个介绍 这个解释可能没有太多道理 但是这个图像特别清楚 所以我就给大家介绍 我们平时所说的真控 就是什么都没有 那真空嘛 就真的空什么都没有 但是物理学家理解的真空不是这样子的 因为如果真空什么都没有 那就是零 零违反科学规律 违反什么科学规律 量子力学的不确定原理 如果是个零 你就不可能变 你就不会变 那就是确定的 那就违反了量子力学的原理 但是违反原理 原理的英文是law law也可以翻成法律 违反了法律 违反了科学的法律 就要住到科学的监狱里面去 当然真空不愿意住到监狱里面去 那怎么办呢 他就折腾 怎么折腾呢 他的能量就围绕到零附近 不停的掌落 那么变成正的时候 他可以临时的变成正 一会再把这个能量还给真空 这样变成负业会 这样平起来就仍然是零 所以就是无中生有 然后又回去 那变成正的时候 我们知道根据爱因斯坦的理论 能量和物资是等价的 这个能量就必须以 正反粒子队的形式来表现出来 然后正反粒子队的话呢 一旦产生之后 他们由于从真空里面 借了一点能量出来 偷了一点能量出来 那么他又要相互碰在一起 湮密把能量还回去 这样就不是小偷了 也不用住监狱了 然而藏在水边中 哪能不失邪 他们一队里面 总有一个 有时候不小心 掉到黑洞里面去了 掉到黑洞里面去 那他的伴侣 本来想找到他 一起把能量还回去 发现还不回去 那怎么办 偷了你的东西 又不能还回去 只有一个处理就逃跑 所以就往外跑 逃离黑洞 所以在黑洞的外面 远处看起来 就在黑洞的附近 不断地由失去班里的粒子 逃出来 这就是霍金辐射 所以霍金辐射是霍金 最伟大的科学成就 我记得有记者采访过霍金 非常挑衅的采访过霍金 意思就是说 霍金先生 您是这么有名的物理学家 几乎是当代最有名的物理学家 但是很多人都获得诺奖 你没有获得呀 为什么呢 不是获得诺奖的科学家 他是最厉害的科学家吗 你都没有获得诺奖 霍金的回答是 因为我的霍金辐射 还没有被那些试验学家 天文观察学家所验证 这不是我的错 是他们的错 所以我才不能没有获得诺贝尔奖 所以在霍金看来 也是在我看来 如果霍金不以他最重要的科学成就 获得诺奖 就对他不够尊重 所以诺奖委员会在爱恩斯坦 那个提趴的诺奖上面 显然有足够的教训 能够认识到像霍金爱恩斯坦 这样的科学家 获不获得诺奖 并不是对他们最大的肯定 而是认可承认他最终的科学成就 才是对他的最大的尊重 所以霍金只有以他最伟大的科学成就 霍金辐射经过验证之后 经过证实之后获得诺奖 才是对他的尊重 然而霍金辐射还没有被观察 或者实验证实 我自己的研究工作也和霍金辐射有点关系 其实我也写过论文和霍金辐射有关系 根据我的理解 我们这些水平不怎么样的 这些实验学家和天文观察学家 在今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面 大概都没有办法来验证霍金辐射 来证实霍金辐射 所以很遗憾 霍金先生在2017年 我们做那个诺奖直播解读的时候 我了解的霍金先生的身体 已经不是非常好了 再活50年的可能性已经非常小了 所以我当时非常大胆的说 霍金永远也不会获得诺奖 这不是我对霍金的不尊重 是我对霍金的最大的尊重 我认为霍金他没有获得诺奖 并不是他的水平不够高 而是因为他的水平太高了 超出了这个时代很多很多很多年 以至于我们这个时代的 做实验做观测的学者 没有能力验证霍金辐射 也有很多其他的科学家 水平太高 无法获得诺奖 霍金是其中之一 那么当然我前面介绍的 是国外的一些天文的观测 物理的实验所获得的一些诺奖 我们国家的现代科学 进入现代科学比较晚 很长时间以来 我们在实验科学 在天文的观测科学上面 都比较落后 然而改革开放以来 尤其是最近的20年 我们国家也越来越仰望行空 在仰望行空的路上 我们已经走了很远 而且我们加速度很快 在这个上面 我给大家看的 都是我们国家 仰望行空和 以及和仰望行空有关的 我们国家所建造的 天文的空间的观测设备 这其中包括非常有名的天眼 也包括我们实验室 曹征院士所牵托的LASSO 这是世界上最灵敏的 超高能干嘛视线望远镜 也包括我目前担任 手艺科学的慧眼卫星 还有我们高能所所建的 吉木系列卫星 还有常进院士的悟空卫星 还有甘卫群研究员的跨户卫星 还有袁伟明研究员的 爱因斯坦碳真卫星 今年一月份发射 目前已经取得了很多的成果 还有今年就要发射的 中法合作 10万分卫星 还有我们碳火 碳月 还有我们空间站 所以我们中国也越来越仰望星空 在人类仰望星空的 这个道路上 我们现代文明的发展上面 中国人也会做越来越多的贡献 我下面就简单的介绍 一点点我们自己的科学成果 这是我们慧眼卫星所发现的 距离黑洞最近的相对的喷流 这个相对的喷流 不仅仅是几乎以光束向外扔东西 从黑洞附近 不是从黑洞里面 从黑洞附近 怎么扔呢 我们现在也不太知道 而且 它还在跳舞 这是因为这个黑洞是转动的 还在跳舞 这是我们慧眼卫星的一个成果 这是我们对黑洞演技的一个成果 然后2020年的时候 自然和科学 他们共同宣布了 各自所推选的十大科学突破 其中有共同的一项 就是发现了银河系内 产生快速射电暴这样的天体 那么这个快速射电暴 当然是射电望远镜发现的 是美国和加拿大的射电望远镜发现的 在他们做出这个新闻发布的时候 发布他们这个快速射电暴 是来自于中子型的时候 这个加州理工的 他们的这个新闻发布里 就特别提到 中国的慧眼 他们团体里面有中国人 所以直接把我们慧眼卫星 就写成拼音了 慧眼这些天文卫星 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那么我们是做出了什么样的贡献呢 这个在这次上面给大家看到的 这是加拿大的射电天文台 所发现的快速射电暴的 两个短的脉冲这样的信号 这快速射电暴的信号 往往持续时间非常短 只有毫秒的时间 持续毫秒 然而释放的能量却是非常的大 所以以至于很多人以前推测 快速射电暴可能是万星人的 活动的信号 很有趣的是 在这之前的几个小时 大概七个小时 我发布了一个命令 让我们的慧眼卫星 指向了银河系内的一个宗子星 这是我以前的一个学生 现在北师大的教授 林林教授 他那天早上给我提了个建议 让我们的慧眼卫星 对这个宗子星做个观测 我在挣扎了大概两个小时之后 终于同意了这个建议 然后在我们我同意了之后 大概七个小时 这个射电的爆发产生 而且在这个同一个时刻 我们观测到来自这个宗子星的 剧烈的爆发 当时是个亮瞎眼的爆发 而且我们发现在这个 巨大的爆发的顶上 有两个非常窄的脉冲 这两个脉冲和射电的 这两个脉冲 时间上精确的一致 所以我们就确定了 这是同一个爆发事件 而且利用我们慧眼的数据 我们又对这个发出事件的这个方向 进行了精确的定位 确定不是我们市场里面的另外的一个 其他的不知道的东西 而是我们市场里面 我们正在观测的这个宗子星 所以我们确定了 这次的爆发来自于宗子星 既然是来自于宗子星 那么它不可能是来自于外星人 因为宗子星的环境实在太恶劣了 外星人是不可能生存的 所以我们这个成果 就对于确认这个快速射电爆的起源 就起了重要作用 我们人类的未来 当然是星辰大海 到星辰大海 我们就会面临一个星际迷航的问题 我们今天在地球上面 当然用我们的北斗卫星来导航 用GPS来导航 那么我们一旦离开了地球 谁告诉我们 我们在哪里呢 当然今天在太阳系内 在地球附近的这些卫星 是由我们的地面的观测站 来观测他们的位置 或者由我们的导航卫星 告他们的位置 但是我们一旦离地球远了 谁告诉我们 我们在哪里呢 这就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一个问题 好在宇宙非常奇妙 给我们提供了天然的导航卫星 或者导航的天体 这就是脉冲星 脉冲星就是高速转动的宗子星 但宗子星顾名思义 是由宗子组成的 宗子星它的半径 通常只有几公里的 只有十公里的大小 它在十公里大小里面 通常的质量相当于几倍的太阳质量 因此它是宇宙当中密度最高的天体 我们常常讲密度最高天体应该是黑洞 其实不是 是宗子星 因为黑洞的体积也要大很多 宗子星的密度是最高的 那么这样高的密度 它一旦转动起来就非常稳定 很多朋友肯定都有这样的经验 我们做陀螺的时候 我们肯定选择用密度特别高的物质 比如说我小时用木头做 后来不满足了就去买 用钢来做的陀螺 它更加稳定 如果我们能为金刚石能够来做陀螺 那它更加的稳定 对不对 但宗子星的密度比金刚石 那密度要大得太多了 所以它转动起来非常稳定 它如果再发出信号的话 那我们接收到的这个信号就非常的稳定 所以通过我们在太空当着飞行器 来接受不同的宗子星的脉冲信号 我们就可以确定相对于宗子星的方位 相对它的距离 以及相对它的速度都可以确定下来 由于X色线探测器可以比较小 适合于在卫生上面携带 所以我们通常是做X色线脉冲的导航 那这也是我的研究的方向之一 那么我们利用汇染卫星 我们就实现了高精度的脉冲的导航 对银河系列的一颗脉冲的导航 我们就进行了精确的观测 我们通过这些观测可以确定 我们汇染卫星在空间 先从进化线在我们 进化线在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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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化线在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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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银河系列的评论 在香港对我的大家使用 进化线在派 适合cked 你们的解释 优贤 明 Molt 适合 本次 你 好 接下来 我们来找我们的 好 再来 多一 这也安心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看能权出现错误 我已经引用级别的测试到 我已经引用级别的测试 我已经引用级别的测试 最后 黑水花内 烂市殿下令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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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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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面就都是现代技术 现代科学以及现代文化 我想来想去 古代和现代的区别 主要是科学和技术的发展 所带来的生产力 和人类认识自然的进步 想一想我们中国人 古代的文字我们还都认识 唐诗诗诗诗我们还都非常喜欢 然而我们欣赏中国传统文化的方法 已经彻底的改变了 我们使用的技术已经完全改变了 这都是科学和技术所带来的 所以我说现代文化主要是科技文化 所以这就是科学对人类文明的贡献 这就是技术和认识 所以我们今天的现代 不就是有现代技术 有我们对世界的认识吗 这都是科学对人类文明的贡献 所以在2020年那次诺奖之后 然后有朋友问我说 为什么进来黑洞和天地物类 成为诺奖的热门 我说我的回答是说 我说可能很大程度上 反映了社会的关注度越来越大 是可能也是诺奖的考量艺术之一 我们回顾一下 我前面讲的几十诺奖 引力波 黑洞 外星人 当然那个奖 不是奖励外星人 奖励外星人的搜寻 宇宙演化 这些是不是我们公众最关心的 天文学的研究进展 诺奖恰好就给了 这些研究的成果 所以我说毕竟 科学对人类的贡献 除了技术进步之外 对自然和宇宙的认识 可能更重要 而这也构成了 人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 这正是天文学和天体物理的研究成果 得到了广泛的社会关注的重要原因之一 也正是诺奖委员会 他的考量之一 因为诺贝尔先生生前设立诺奖的时候 明确地提到 奖励那些科学家 为人类的社会进步 做出的贡献 所以人类的社会的进步 这才是关键 所以最后我们就来一下诺奖 和我们为什么阳光星空 首先天文学为科学发展做出了贡献 建立了现代科学 不断提出新的大问题 这几件事情 我今天讲座里面都给大家讲清楚了 天文学拓展了人类的自然和宇宙的认识 丰富了人类文明 而且关乎人类的共同终极未来和命运 人类未来要变成什么 我们如何到太空当中去 但是人类共同的终极未来和命运 而且天文学提升了少年对科学的兴趣 天文教育是数值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 我自己在国外生活工作了很多很多年 我知道发达国家中小学天文教育非常普及 主要城市都有高水平天文馆 而且大学的天文公选课很普遍 这一点在我们国内最近一些年变得好了一些 而且在国外一流大学 一流大学有天文系的标配 你找不到一所 我们认为一流大学它没有天文系的 它根本就不存在 我们国家这些年也在这方面有了很大的进步 我们现在能叫得出来的最重要的 我们的最著名的大学都已经有了天文系或者正在建天文系 所以也跟上了国际发展的潮流 当然仰望星空也是今天那个时尚 天文爱好者协会遍地开花 我到好多高校去做讲座 不是这个学校的教授或者官方邀请我的 是这个学校的天文学会 天文爱好者学会邀请我的 我很少见到有大学有数学爱好者学会 或者有这个化学爱好者学会 非常的少 可能也有 但是我不太知道 但是天文爱好者学会非常的多 所以仰望星空确实对我们都非常的重要 所以我的报告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主播老师 我的报告结束了 谢谢 谢谢张老师 谢谢张老师 真是精彩分成 好的好的 星际迷惘当中 谁来告诉我们在哪里呢 真是宇宙级的迷茫和浪漫呀 好的 我们谢谢张老师 我们到这个聊天区里面 现在有几个问题 有两个问题 我来提问 读一下 我们也在这里面聊了一会儿小天 对 一个上海93的社员来问您 说对于普通人三体是我们天体物理学的启蒙 请教张老师 作为一位天体物理学家 你如何看待三体这本科幻小说 其中有没有基础的逻辑bug 我知道这个问题你能回答 我也知道你跟刘思欣见面 对 你也当面表达过 对 你自己来说说看吧 对三体的话呢 我的回答可能会比较复杂一些 首先我当着刘思欣老师没有那个报告 我当着刘思欣老师的面 我说大刘 我其实很不喜欢三体这本小说 然后大刘的回答非常有意思 他说张老师你刚才在台上还在表扬我呢 还在说天体怎么怎么好呢 三体怎么怎么好呢 怎么你又说不喜欢了呢 我说这样 我说我说他好是有说他好的道理 我不喜欢有不喜欢的道理 我不喜欢是我不喜欢 这个这部书开头以文革 的那段历史作为背景 然后也不喜欢 这里面的暗黑的这个元素 这是我不喜欢的地方 这不是我自己的 我看小说就选择 不看这一类的小说了 这是我个人的这个选择 然而三体我还是读了 我为什么还是读了呢 不喜欢我还是读了 因为三体里面的科学 刚才咱们九三年试研究 问了这里面科学有没有逻辑 这里面的科学非常有逻辑 我非常的喜欢 就里面用的很硬的一些科学 非常前沿的一些科学 而且用的非常好 而且想象力非常丰富 我是想象不了 我是想象不到会这么 来用天文的元素 这么来用现代科学 我其实也有点非常意外 就是大刘他对现代科学 对天文学有这么深入的了解 所以所以我说 我刚才在台上表扬你的时候 是表扬的后面这一段 我现在我这也是 我读三体的原因 但是我不喜欢 也是真心的不喜欢 所以不喜欢有不喜欢的理由 我表扬有表扬的理由 所以要回答咱们这位社员的 这个问题的话呢 就是他里面的科学的逻辑 都是非常清晰的 但并不是说 他这里面科学都能做到 因为我们知道 这个科幻呢 允许相当程度的自由的考量 自由的发挥 因为这科幻嘛 你否则就没有幻了 对不对 所以幻的部分 这一部分 我觉得也是非常允许的 但是他所用的这些道具 科学的元素都非常的棒 而且想象力是非常的棒 而且用三体 因为本来三体 它的混沌系统 就不可预言的嘛 然后就是用这种不预言 然后三体的文明的 种种的稀奇古怪的现象 就变得非常合理了 所以这个三体 是非常妙的地方 我也因为这个原因 也给不同的朋友 做过很多 关于三体的分享 三体的解读 确实是非常有趣 吴老师 我不知道我这回答 是不是可以了 好的 您刚才也说 我们天文学提升了 对青少年的 对于科学的兴趣 他好就是这样的 我们一位高中生 问了一个很专业的问题 这个问题 我都不太看得懂 我原本不动地读给您 就是他说 那比较小的微黑洞的发散量 通常会比正常的黑洞大 是什么原因 他是在您讲 货金辐射的那个地方的时候 提出的这个问题 是对的 他说的是对的 这个货金 提出了货金辐射 他也同时 他也在想办法 上我们来验证货金辐射 他非常关心货金辐射的 检验问题 朋友们如果读过 货金的时间减死的话 他在里面 特别做了说明 就是货金辐射的实验 检验问题 但他的结论也是 现在还没有明确的证据 当然我们一些观测 和货金辐射 没有明显的矛盾 但是并没有验证货金辐射 所以刚才这个同学 问的微小黑洞 这也是货金提出了一个概念 其实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 我们来验证货金辐射 他怎么说的呢 他货金说 他说 当然现在这个宏观的这个黑洞 就是我们讲的 就是我研究的黑洞 比如说是宏观的这种黑洞 它的货金辐射是极为微弱的 是不可能探测到的 因为这个货金温度 它有辐射就有温度 温度太低了 基本上就是绝对零度 所以我们没有办法来探测到 但是根据他这个理论 就可以计算 这个他的这个质量越小 他的温度就越高 货金辐射量 就刚才吴老师讲了货金辐射量 对不对 货金辐射量 它就越大 所以微小黑洞的货金辐射 是有可能被探测到的 那么货金就说了 在我们宇宙大爆炸的时候 那个时候宇宙当中的物资和能量的密度非常大 而且量子涨落就非常的厉害 这种量子涨落的话呢 就会使得某些局部区域的密度非常的高 超过临界密度而产生微小黑洞 那这些微小黑洞的话呢 由于它的质量越小 它的温度越高 货金辐射就越快 所以它就会更快的灭亡 就通过货金辐射把自己搞没了 就会灭亡 所以质量特别小的微小黑洞 今天也没有了 但是质量还合适的那些货金辐射 那些微小黑洞的话 今天可能正在宇宙当中产生强烈的货金辐射 我们有可能探测到 它的表现形式就可能是伽玛射线的辐射 那现在我也是做伽玛射线研究的人 我们的在四川道上拉手也做伽玛射线 那么我们这些研究的话就发现 这个宇宙当中尽管我们没有排除有产生货金辐射的黑洞 但如果有的话 这些微小黑洞占我们宇宙总质量的比例 也应该是非常低的 否则我们今天就应该已经探测到了货金辐射 所以简单的来讲 就是通过微小黑洞的货金辐射 我们还是有可能验证货金的理论的 所以我前面讲 我判断在今后几十年之内 大概我们都做不到 正是基于这个 基于这个 即使是目前这种微小黑洞在产生货金辐射 按照我们今天的X射线 Gamma射线 超高能Gamma射线 天文台的能力 要能够把这样的微小黑洞的货金辐射探测到 恐怕还得有几十年的时间才能探测到 所以这个同学问的问题非常好 好的好的 所以我也是很惊叹 高中生能提出这样的问题 真的是非常好啊 我们下面有一朋友提了一个比较轻松一点的话题 他说小朋友家里一年级的小朋友喜欢小灵通漫游未来 张老师可以帮忙推荐一些比较浅显一点的天文知识的科普读物吗 适合小学生的 我觉得这个小灵通漫游未来得非常好 我小朋友也非常喜欢 我确实一下子想不出来 一下子想不出来 很少有人让我给孩子们推荐 推荐科普书 我最近我自己写的书是不适合小孩子的 是不适合小孩子的 那我知道我有一很好的朋友李淼 他写过一些给孩子讲宇宙啊 给孩子讲量子力学啊等等 所以还是有一些这样的科普书是专门喂孩子的 也有一些出版的这种插画的 就是像我们小时候看的那种 那种叫什么来着 那种小儿书那种的科普书 我最近那个旗简天文课有一个出版社 现在感兴趣 其他把它改编成能够对少年儿童 能够读的 看他们也做了一下也还挺好的 我自己是做不来这种东西 但是呢出版社的 这个编辑他们很有经验 他们根据我里面写的一些 对天文问题解读 他们把它变成更通俗的语言 把它图画表示出来 还是有一些这种插画这种系列的 一些书的 因为我事前没有准备 其实我也收到过有一些 这样的就是这样的给孩子看的科普书 现在逐渐多起来了 但是现在还是挺多的 专门喂孩子的 这些天文的呀 基本的科学的呀 就天文的还是比较多的 宇宙的呀 太空的呀 我觉得也还是有一些的 对的 这个科普最近那个 针对更年轻的 更低幼的小朋友的图书 其实还蛮多的 这个家长在选择的时候 注意甄别一下就好了 对 选正规的出版社 选那个品质比较好的 我觉得都没有什么太大问题 科学性和知识性应该都没有问题 对 好的 张老师 我其实还有几个问题 就好长时间也没有跟您聊天 我也问问您 那个就是 您刚才在最后面去讲 中国现在也发了很多的天文内心 然后也有很多的大望远镜 对吧 我们也都知道一些很著名的 这样一些大的天文设施 包括中国现在设立了越来越多的天文系 那您推测在中国这样的基础科学的设施 提高的情况下 我们能做出诺奖级的研究吗 这个时间线有吗 我觉得一定是能的 这个答案肯定是肯定的 当然至于哪个成果 什么时候能获得诺奖 这个天文学我个人认为 目前有接近于诺奖的这样的一些成果 但是不是能获得诺奖 还要看这些成果后面的影响力 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 就是目前我们觉得这些成果还是很重要的 确实是解决了重大的问题 比如说我前面讲的 我们高中所曹正院士领导的LASSO这个团队 他最近发现了在天鹅座那个区域 有一个真的宇宙线的源 因为宇宙线的起源问题 是我们也是物理学百年的 我们叫世纪难题 因为这个的话确实已经非常接近 揭开这个谜底了 所以我们再来再看 这个研究工作的影响 如果它确实是最后是影响了 对我们后面解决宇宙线起源的这个难题 确实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 那这样的成果就能够获得诺奖 所以当时获得成果是很难判断的 所以还是它过一段时间它的影响 这不像是这个引力波这个事情相对来讲 我为什么2017年您那天问我时候 我就暂停节铁那么回答 这事也比较简单 因为这一百年来 这个大家都知道这是一个大的事 但是又特别难 要做出来了就一定会 谁能做出来了就肯定就获得诺奖 但有些很多成果的话呢 就你要做出来之后 要过一些年 要看这些成果的影响 所以这事不用急 我觉得很多这个学生也都表示过 说我们有可能已经产生了诺奖的成果了 但是它的影响在未来再看一看 当然也是我们中国的学者也要加油 就是说这些成果 我们做出了身体 这点我会 你反复说了 大家要保持健康 要长寿 要活得久 对 要活得久 对 如果这个影响是50年以后 要活得平均 没人 我会 没人 没人 的